台湾疫情持续受到挑战 由于农历新年快到 面对大批翻乡过年的旅客 台湾爆发多宗本土及境外移入个案 更出现桃源机场染疫群组 而在1月13日就有近期手终新冠死亡案例 疫情来势洶洶 不少美牙晚会宣布停办 然而由于疫情未达当地三级境界 不像去年暑假一样 所有大型活动禁止举行 今晚黄芯玲就在高雄巨蛋开show 现场座无虚席 茶室演唱会原定上年举行 不过因为疫情经历两度延期 芯玲今晚在台上都不忙提醒观众 要继续努力防疫 大家好吗 好 最好 迟到了几个月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今天能够住在这里 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 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份幸福 继续保持下去 心灵也请来黄芷娇做嘉宾 娇哥说疫情下很多美牙晚会的主持工作都取消 很开心这晚获邀请做嘉宾 哇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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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宝贝 卷的时候有个人陪 小家 李家里和我爱 先生 哪没睡在心内 停 大家一定觉得奇怪为什么停对不对 为什么呢 这晚就是歌手唱错说要重来一遍 但我们不是 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这首歌不是我们要唱给大家听 是两个人要唱给彼此听的 这晚台下原来有男观众想向另一半求婚 有偶像心灵和娇哥加持 男方当然顺利取得美人归了 让我可以在这边在场那么多人 可以跟我心爱的女生求婚 给我跪下 我可以先说我比较喜欢王心灵吗 这样 王心灵 你愿意娶她吗 心灵今次演唱会换了七套战衣 包括有歌机造型 也有学生录登场 难得首度在高雄巨蛋开show 他也唱尽自己经典的曲 跟全场歌迷一起大合唱啊 我们两个人快变成陌生人 是连谁我们都不要再问 骂子 做到清晨 你说今天都烦恼 你说夜深你睡不着 我想对你说 就害怕都说错 好喜欢你们 知不知道啊